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刘娟忍无可忍 言辞逆反义云高的不言行为 针对部分媒体不时报道 刘娟气愤 发表经公正的书面声明 苹果日报 广州信息时报 千龙网及转载该报的中美台各媒体 所指称被无文头诈骗集团诈骗数千多万元的台湾商人刘娟 八月在洛杉矶发表一份声明指出 佛法大师易云高从未诈骗过他和他丈夫的钱 事实上 反而是他数次主动要供养易云高大师 百万及数千万元都被易大师坚决拒绝 他说 易云高大师连弟子主动供养都不收受 反而被污害成诈骗 这些人实在太恶毒了 至于他和喜饶更登无文头 完全是生意上的正当往来 完全与易大师无关 无文头没有诈骗他 作为这件事的当事人 他有责任澄清事实真相 还易云高大师清白 刘娟上述证词 系以文字书写 签名 盖上手印后 时日经公证处公证后 提供给新闻媒体作为澄清 刘娟离开中国到美国 为大师写了严肃的证词 他并亲自带到中国驻美洛杉矶总领馆公证了的 他多次请求易云高大师 将他的证词公布 但易云高大师告诉他 不要执着这些是非吧 一句阿弥陀佛就了了 刘娟表示 由于易大师不计职的伟大胸襟 更让他觉得自己必须挺身而出 把事实真相说出来 他终于言辞逆反易大师不言行为 因此 他又重新写一份声明书 他在声明书中写出 他拜师学佛已经好几年 他曾多次想供养易大师 但都被拒绝 第一次 他和他丈夫拿了一百万元人民币要供养易大师 被易大师拒绝 最让他刻苦铭心的一次是在一九九六年的一天 他到大师的住宅拜见大师 由于前几天当地狂风暴雨 大师的住宅被大水淹没 已是面目全非 地板很多翘起来 墙子也脱落 真是惨不忍睹 他看到后心想 这么伟大无私的人 竟然住在这样的环境里 心里实在难过 于是他便对上师和师母说 他要拿出一千多万的私房钱 为上师重新买一套房子 但是上师坚决拒绝 师母也拒绝 当时他哭着求云高大师答应 但大师无能如何也不答应 他说 大师处处都替弟子着想 替我们众生着想 尽管自己是伟大的超凡之辈 可从来就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尽管自己妙安无名 显密俱通 可从来就不向人炫耀张狂 大师的胸襟 大师的慈悲 大师的博学多才 常常都让我们做弟子的感动和引以为傲 没想到诈骗的罪名 竟然强加在一大师头上 更可耻的是 一个所谓的全国三保护士总会 把各种不实的报道 编串发行 这是侮辱三保 是代表邪恶的行为 令他不平且愤慨 刘娟说 大师道德超凡 圣洁无私 忍辱无知 但他不能再沉默了 他对某些媒体及代表邪恶的所谓三保护士会 所做的不符实际状况的报道 禁止义云高大师及喜饶耕登无文头 是诈骗他的集团 他既生气又难过 他再次强调义云高大师及喜饶耕登 从来就没有诈骗过他们夫妇 希望有关媒体应该双面调查了解 不该对这么伟大无私的人物进行人生攻击和侮辱 应该澄清与赞叹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才是真正做人的根本